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8月31日 通常 星期六日拍的視頻都會少人看 星期六我拍了一段關於NBA的問題 從NBA的政治表態 提到美國左傾與右傾的思維有分別 其實香港很多人都是搞不清楚的 譬如說一看到的人就罵他左膠 但是現在美國流行那一套 其實就叫做左翼自由主義 新左翼自由主義 新左翼自由主義其實一點都不左 他只不過是中間偏左 他結合了很多右派傳統自由主義的思維 所以一些人一罵就罵左膠 其實他背後還沒解決基本原理問題 這是第一點 星期日我拍了一段講李克強總理 以及周恩來的兒童 他們的命運下場會如何呢? 我做了一些分析 而在那段片中 有網友指出了 我提出了歷來 我最強的 也是最震撼的一個愛國者建議 所以如果喜歡聽愛國者建議的網友 就去那裡聽 以及未聽過的也去聽聽 聽過的也去留言 以示支持 Like和留言是很大的鼓勵 以及這段片也是 今天這段片我就要講中國經濟的問題 從一宗很普通的民生新聞 就看到中國經濟的問題 在微博這幾天有一段熱手的新聞 這段熱手的新聞就說淘寶上原來還有很多人在買 29個多 100塊的衛生巾 平均兩毫子一塊 如果五毛打手要發貼 發一個貼只能夠換到兩塊衛生巾 兩塊可能未必夠 一塊多一點而已 所以中國有6億人口 正如李克強總理說 說有6億人口 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 如果6億人口人均收入1000元 女人可能會低一兩百元也不奇怪 因為女性的收入在中國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 都會比男性低一點 所以如果一個女性 找800元、900元一個月 你要她賺3、40元買10塊8塊衛生巾 一些比較漂亮的有品質的衛生巾 也是一個負擔 雖然負擔不是很大 但是柴米油鹽的開支 各方面的開支 養兒玉女的開支 也是大的 所以對她們來說也是一種壓力 所以很多女性只能夠用兩毫子一塊的衛生巾 這兩毫子一塊的衛生巾 有醫生今天也指出了 可能有衛生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有菌 消毒不乾淨 你隨時有陰道炎 尿道炎 臉珠菌 如果太不透氣的話會有臉珠菌 所以最嚴重的可能會導致不育 當然 以前上兩三代人都是用布的 用麻布 窮一些的人 有錢的就是用棉布 考古學的記載 在古埃及已經有人用海綿 用海綿塞進去 當作是衛生棉 但是中國古代也是用布的 會洗乾淨再用過 下個月 每個月 所以 衛生巾又叫做M巾 M就是每個月 一個月 也是跟月經的英文相連的 意思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衛生巾 就是說在上個世紀 香港的婦女都是用布的 直至六七十年代開始 西方的衛生巾傳進來 在香港大行其道 有貓頭鷹 有蝴蝶營 80年代開始很多衛生巾的廣告 我記得小時候 我看了一個護書堡的廣告 我問我爸爸是什麼 結果他不肯回答我 我窮追猛打之後 他差點要打我 那個年代的性教育比較保守 而衛生巾其實最早就是在上個世紀 上個世紀初 開始在歐美流行 用了數十年時間傳進來中國 中國現在也是流行 基本上每個婦女都會用 但是很多婦女還在用廉價的衛生巾 從這個新聞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有六億人口都是低收入 自然低消費 就是要推動內稅 現在是搞經濟的內循環 到底可不可能呢? 我去年六月的時期 我就在雲南大學 就是昆明 做教學 做教學的時期 我都會去地方一些農村 鄉鎮 山區 忙一忙 我在雲南 在昆明市 我當然就看看樓 他們的樓都不便宜 都買到萬多元一瓶 在昆明市中心 在昆明市中心 但是到了地方的農村 人們仍然很低收入 很貧困 這是沒辦法解決的 中國這麼大 人口這麼多 一定有很多這些問題 但是 這不是一個現象 而現象背後有文化的原因是解釋的 中國如果要推動內需 其實是非常困難 困難重重的 中國過去40多年的經濟增長 主要是靠兩條腿 第一條腿就是外來的投資 尤其是來自香港和台灣的投資 這是佔了早期改革開放最主要的經濟推動力 第二就是來自歐美的投資 另外一條腿 其實最主要就是中國的出口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 它的出口是很重要的 歐美很多的產品都是依賴中國的製造 譬如說Nike的波鞋 Adidas的波鞋 去到羅浮宮買紀念品 巴黎鐵塔買紀念品 全部都是Made in China的 近年有些高科技的輸出 譬如說DJI的航拍 攝影器材 小米手機 華為5G的技術 這些都是靠出口 但問題現在 中國和歐美的關係非常緊張 華為這些被禁已經不在華夏了 捷克的議長訪台 而澳洲的牛肉被中國威脅 所以各方面戰狼外交導致傳統的外貿 非常嚴峻的形勢 現在這幾個月要靠疫情 防疫用品定得住 但是疫情過去之後 現在他們紛紛將生產線搬去印度 搬去墨西哥 搬去越南緬甸這些國家 所以中國長遠來說 這樣戰狼搞下去 這條腿就走不了路了 他只能夠要推動經濟內循環 但是經濟內循環可以不可以呢? 這就很困難 為什麼困難呢? 跟文化因素有關 中國自古以來 有積穀防機和養兒防老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的儲蓄率 其實是世界第一的 東亞也有這個情況 日本也是 所以早期90年代 很多學者研究這個問題 就叫做瑜伽的商業倫理精神 就是我們儲蓄 高儲蓄當然有它的好處 但是就會導致社會消費不足 消費不足就難以推動內需 而這是第一種文化因素 第二種就是社會結構因素 由於中國大陸 尤其是醫療 教育很多 都不是免費的 雖然說有五欠一金 但是那六億的貧窮人口 坦白說很多都沒有參加五欠一金 一些地方的鄉鎮老闆 也不會幫他的員工供五欠一金 這是沒辦法的 所以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而政府對他們的福利又沒什麼補貼 不同歐美的社會 譬如英國NHS 基本上是包你生養死狀的 但是中國不是的 你去急症室 有錢就有得醫 沒錢就沒得醫 這些情況都屢見不鮮 所以中國人要留很多錢來應急作萬應錢 所以我們的消費 你看這個表就看到了 從中國藍色這條線 就是家庭開支 是不斷下跌的 由1989年 其實由1989年已經開始下跌 當時是超過一半以上的收入作為家庭開支 到了2018年 是低於40% 而這種40%以下的家庭開支 在歐美來說是不可思議的 歐美一般來說人們都用七八成的收入作為家庭開支 甚至乎不夠 不斷借錢去做 當然中國現在又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城市人家庭開支不高 就是因為被樓去捆綁 所以你看到深圳的人均消費其實是很低的 因為深圳人要供樓 深圳的樓是非常貴的 快要追上香港的新界了 譬如說南山區這些地方 後海、前海樓價已經追過 超越香港新界某些地方的樓價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又會消費不足 在這裡就要介紹一本書了 這本書可以很有效地解釋貿易戰 特朗普以為的原因就是來自貿易不平衡 中國欺騙 其實這是表面的解釋 實際深層次的解釋 這本書就說了 這本書就叫做Trade Wars is a Class War 階級戰爭 貿易戰爭其實就是階級戰爭 階級戰爭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由於中國人長期都是低消費的 他們對外國的商品依賴當然低了 我在說中產以下的貧窮人口 如果中產是另當別論的 他們去歐洲買Prada、Cucci、Chanel 但是貧窮人口 他們連買一個合格的衛生巾 三十幾塊十塊的衛生巾 也覺得吃力 所以 他們只能夠留一些多的現金 Cash is the King 留給自己看醫生 留給子女作為教育的開支 整條村要供幾個大學生上大學 非常困難的生活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自然不捨得花錢 不捨得花錢 對外來的商品當然會 購買力也不夠 購買意欲也低 所以長期如此 就會導致西方人 由於他們很願意花錢 他們買很多東西 買很多東西 那些廠商就搬到中國壓低生產成本 結果就買很多中國Made in China的商品 而中國有六億的人口 他們基本上 一生人都極少用這些來老貨 進口貨 所以長期導致貿易不平衡 這本書完美地有效地解釋了 其實這是一個class war 階級戰爭 因為中國那些是低收入人士 是無產階級 他們當然不會買西方東西 而西方即使最窮的人 現在美國疫情嚴重 美國疫情嚴重 政府派的救濟金 也在說三百五百元一個星期的美金 加起來的收入 比起中國大部分城市的中產 還要高 他們自然會對Made in China這些商品 是會有需求 而中國長期沒有辦法有這些需求 所以這是很困難地解決貿易不平衡 同樣道理 如果中國整個社會 它不能夠讓醫療免費 中國號稱是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國家就像歐洲一樣 醫療一定是免費的 芬蘭、山仔 還送了山仔盒給你 裡面有了BB用品 奶粉 BB床 全部都送給你 中國不是的 中國什麼都要靠自己 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就不能夠靠國家 只能夠靠自己 你在醫療又要收費的情況下 教育 有很多地方根本沒有免費教育 很多山區是沒有免費教育的 人們只能夠給錢去讀一些學校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不去解決這些社會 最根本就是醫療和教育的問題 因為那6億人口 他們沒有辦法有效性創造有效的消費 就會長期導致消費不足 所以內循環 如果真的要做到 一定是要先解決這個問題 但問題是中國有沒有錢去解決這些問題呢? 是有的 但是他們不是這麼用的 他們怎麼用呢? 今天看到另外一則新聞了 就是一些一帶一路的國家 現在經濟困難嘛 經濟困難要向中國借更多的錢 但是還不到 其中一個國家就叫做安哥拉 非洲的國家 已經欠債超過200億美元了 200億美元 中國現在跟中國談 是不是可以不還? 或者遲些還? 遲些還就是不還 因為政府那些國家經常有政權動盪 最後還是還不起的 現在中國又願意豁免它 因為中國是靠一帶一路的國家 尤其是非洲的60國的票 在聯合國裡面 有很大的話語權 在WHO、WTO也有很大的話語權 所以最後豁免了他們 還債 而使得中國有6億人口 他們生活非常困難 沒有保障 沒有保障自然就不會有消費 所以經濟內循環 如果真的搞得成 都在沿海的城市搞得成 在福地裡面 農村裡面 山區裡面 我去過很多山區去看過 他們的情況也是非常不理想的 所以我以前也會暑假去山區教書 也有第一身的感受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經濟內循環我相信是搞不成的 只能夠是區域循環 江南的循環 沿海的循環 廣東的循環 福建的循環 北京的循環 這些可以搞得好 但是在福地裡面 四川 四川你成都也可以 但是四川山區也不行 重慶也可以 重慶附近的山上也不行 所以這些循環 始終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中國如果要真正搞內循環 要麼要走資本主義路線 要麼要真真正正走上一個社會主義路線 社會主義是沒有窮人的 社會主義是醫療免費的 社會主義是教育免費的 這些才能夠真正讓中國的人 六億的人口 過著有尊嚴的生活 不需要發五毛貼 來換兩塊衛生巾 今天講到這裡 請大家訂閱、給LIKE 還有最後也講月餅 今天是8月31日 月餅的優惠是最後在網站上賣的 現在買便宜一點 有些折扣 明天開始就會在HKTV Mall賣 HKTV Mall賣雖然沒有折扣 但是可以配搭你其他貨品 你送貨就省下送貨費 不需要買幾盒 你買一盒半盒 基本上都會配搭你自己的貨品 它可以送貨到你家 請大家多多支持 非常感激 講到這裡 拜拜